前一段我就遇到这么一个男性 这位是五十多岁 一个患者 找我来看病 结果这个人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胃疼 胃胀 拉肚子 说一天拉四五次 这是夏天来的这么一个患者 你一问呢 我说你是不是吃什么不太舒服的东西了 最后他就干我了 他说夏天有几天特别热 这人喜好这种冷饮 于是吃这个冷饮 吃冰棍 喝一些凉啤酒 结果连喝了几天 于是乎出现了这么一个症状 肚子怎么又疼又胀 还怎么样 还去拉锡 这就是什么呢 说暑天夏天了 可以吃一些凉的 但不能太过 因为夏天毕竟它属羊 属一羊呢 夏天一羊气就应该发展壮大 如果你过吃一些凉的 就违反了它这规律了 一是把脾胃 阳气怎么样呢 就给伤了 于是乎出现这些症状 我们开了点什么呀 就开了点腹子里中满 说你回去吃一吃 结果吃一吃 慢慢它也就恢复了 我说这方法是什么意思呀 你看啊 春夏 从自然界的这些植物的景象 从动物的一些反应 从我们人类啊 要按照这种规律去做的这些行为来看 这实际上都是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都标志了一个问题 春夏是一个什么季节 是一个生 是一个长 是这么一个季节 是一个生发的季节 所以黄帝内经呢 就把春夏总结出来了 说春天呀 是阳气生 逐渐长大的季节 夏天呢 是阳气进一步生发 进一步扩大的 盛大的这么一个季节 所以说是春生 夏长 啊